今天车证主要有两大特点 第一个是我们前次进口波兰局协调 那么在红线内给展客商增加了600个车位 那么第二个亮点是我们在国家互联合新的东南偏区 增设了F停车场作为寄停寄走的下课点位 那么主要给我们展客商通过大巴级约出行使用 今年我们全面推行了线上补换发 以及为了辩明推出了电子证的线上申领 可以通过进博会小程序或APP在线申领电子证件 作为对实体证件的一种补充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你到了进博会现场 你发现证件忘带或者遗失 那么你可以立刻拿出手机 登陆进博会的小程序 在线申请电子证 这种各过程可能只需要10到20分钟 在20分钟内会完成电子证的承批 这样你就可以快速的进入现场 整个展会期间 只可以申请两次电子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